Hello 大家好 我叫王杰 今年20岁 来自山东 08年学习了重级计算机 09年来到北京学习了高级化妆 今天想应聘一份平面模特的工作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你想我模特工作是平面模特 对 你的自信源于哪里 我的自信源于我的自信 客户 美丽的外表 优雅的内部在 你需要一面镜头 在你平面模特你当过吗 没有 都失败了应聘 几次都被受骗了 几次都受骗了 对 第一次受骗是什么受骗的 第一次去了之后他让你拍照 拍完照交了500块钱 然后回去吧 等消息 然后等了N天也没消息就上到了 第二次印象比较深刻 去那儿应聘之后 他说带我们去见他那个公司的老总 把我们拉到一个小铺三村里边 到了四天之后 然后我从那儿认识的时候 还怎么办我们四个 认为就上当了 就逃出来了 逃出来了 最后一次是去剧主应聘 去了之后 就是本来想在里面 就是做梦 能有一天碰到明星 然后自己怎么怎么样 最后去了之后给人家打杂 然后特别辛苦 最后也回来了 没什么结果 王姐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做梦 对吧 是 你现在想做平面模特 是不是做梦 是 那你既然知道这是梦 为什么不回到现实中来呢 这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是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今天 招平面模特没人要你 失败了 以后 干什么 做生意吧 那是另一个梦吗 对 做什么生意 我是水命嘛 做一些海鲜生意 水命的应该做海鲜生意 火命的做煤炭生意 瑞恩钻石 他们是做珠宝钻石的 这是什么命啊 金命的 您肯定是金命 好 应该做海鲜 这就是第二个梦 梦又破碎了 嗯 做什么 那就躺背窝睡觉吧 没必要 就是说想的太多 就走一步算一步 是那种比较 走一步算一步的那种类型的 你有工作经历吗 有 做过什么 做过就是一年半的化妆师助理 然后终于熬到化妆室的时候 家里有事回了趟家 嗯 回来之后 第二次来到北京吧 就是一下子变得 感觉不一样了 突然变得好像特现实了 所以说就没从事化妆室 从事的是什么 嗯 我感觉最适合我的在北京 应该是餐厅服务员 管吃管住 还可以存下钱 所以现在 你现在在做餐厅服务员 对 你今天是跟老板请假来的 是啊 他特支持我 如果找不到 明天是不是还回餐厅 嗯 当服务员做到某一天 能够积攒一些资本之后 做海鲜 嗯 是 是这个意思吗 您思路太清晰了 好的 好 好 王姐谢谢你 看我 真的 我今天可以在这儿 我再进一 跟做梦一样 不不不 我是真的 我千万别成为你梦的一部分 你 你那些梦呢 有点不靠谱 我是靠谱的 不是 活得 是 很肉感 来 抱一下 加油 王姐要加油啊 嗯 这就是王姐 就是每一个梦 总有一个起点啊 是谁是在你生命中 第一个告诉你说 做皮 你很适合做皮面模特 啊 谢谢 不是 是 刘慧普 他是第一个 刘慧普是第一个 不是 你们 别着急 王姐有点紧张 你们太苛刻了 来 王姐 握着你的手 跟你说这个事 慢慢听了啊 嗯 刚才刘慧普说 你想做平面模特的这个梦 任何梦都有起点 最初 是谁给了你信息说 你可以做平面模特 就是学画账的时候 我们同学都说 小美女去做模特呀 到时候 嗯 我们可以看到你最漂亮的一面 然后 他们老是鼓励我嘛 所以说 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本来自己也挺有自信的 我觉得你心态很不错 而且有梦想是好事 我就怕你说这句话 陈欧 没有 我没说完 我真的就在这舞台上 虽然叫非你莫属啊 但是咱们这不是梦想最好 我 我顶慧普 就怕说 有梦想是件好事 我没说完呢 我说有梦想是好事 但是你现在不一定有足够资源 时间去实现它 你身边的人 有些人会不负责任的 对说一些你爱听的话 就跟我今天对你说 你真漂亮 其实你这身材不做平抹可惜了 这是一种恭维 人生应该有些导师 对吧 你相信一些人的话 你愿意做吗 我这话 待会用灯来表示吧 在这里呢 我想说一个 说一个不要误导观众了 就是说 年轻人哈 女孩 别把无知 当成天 当成单纯 当成天真 当成可爱 我在这很残忍的 真的我要说一句 我真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 不是说你现在 还没达到这个条件 我觉得套用之前 咱们新思路 有一位老板来这 新天条件真的达不到 因为你的脸 真的不够小 林潇终于选择了一个 做坏人的方式 来击破他的这个梦 说句实在话 你没有做 模特和艺人的天资 我觉得这里面 是要有灵性的 就是说 要有我们说的心相 你为什么不坚持 做化妆呢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有那个 我觉得你有天真 执着的那一部分 是 你看得很准 我就是 因为就是 化妆师嘛 没有提供住宿 身上又没有钱 所以说 就去了餐厅 说 说男青年 你有点傻 那这个傻 我觉得是褒义的 就是说 你总是轻信别人的话 所以你不断地 上当受骗 对 你应该把这个 变成完好的那方面 就是你要执着地 干一件事 对 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你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有这种自信 很好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应该 多学习一些东西 加深一下自己 提高一下自己 自己的内涵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 我也被他 做到梦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 有点私心地 问您一个问题 瑞恩视频 现在要柜台的服务员吗 瑞恩钻石呢 是一直在招这个服务员的 柜台营业员 你愿不愿意 这份工作 愿意 也愿意 嗯 钻石是吗 对 你不想 你先不想钻石 比方说 就是一件衣服 让你卖衣服 去柜台做营业员 你愿意吗 愿意 书 可以 在刚刚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 我们王杰 她是一个混合型的女孩 前者是梦幻 抱有各种各样的梦幻 然后后者又混了 为什么 因为当每个老板说 给你什么工作的时候 你都答对了 你答的都是yes 在我们职场的工作中 老板非常喜欢 十年挖一口井的人 因为会出水 如果十年挖十口井 哪一口井 都不会出水 老板不喜欢这样的人 我想跟你讲个故事 就是有一天 这个谎言和真实 去河边洗澡 谎言洗完澡了以后 穿上真实的衣服走了 真实不愿意 穿谎言的衣服 于是人们往往接受 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 而不愿意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刚才很多boss团的老板 其实虽然说的很刻薄 或者是其他一方面 但是真的是一个真正的 对于你来讲的一个现实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 其实你应该回去 踏踏实实做你的服务员 你的目标是 你的餐厅里头 服务员做得最好 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你自然有你的路 谢谢 其实在这段交流过程当中 大家更多是在给你建议 王姐 而且又给你提供了很多 有可能的职业方向 比如说化妆师的助理 比如说钻石柜台的售货员 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讨论完之后 老板们是否愿意 继续把这个灯为你亮起 要有心理承受力 12位老板要来决定 你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梦想走了 就剩下现实 两家婚恋网站 死说到底 刚才很紧张对不对 是 觉得十二盏灯都会灭 对不对 嗯 为什么 就是想对我狠一点 别让我再做梦了 你觉得大家跟你说这些话 是为我好 真的 我来这节目就是 想听各位专家的钟高 真的 真的吗 嗯 好好会补 我不能提供你梦想的工作 我只能提供一个现实的工作 就是客户服务 客服务是干嘛 就是接电话的 接电话 去解答各种各样的客源 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很稳定 而且能接触很多很有趣的人 但是呢 它跟梦想无关 稍等 所以很有趣的人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们的会员都挺可爱的 你就是那个牵红相是那是吧 还真不就是牵红相 世纪家园的刘慧普 是的 是牵红相的 但是这工作不是牵红相 牵红相 那是牧严 我们在县上都已经牵好了 线下他们会有使用中的很多问题 客服 就是使用中的问题 对对对 接电话 明白的意思了 对我觉得你生线还不错 但是记住啊 这份工作与梦想无关 好的 只是跟吃饭有关系 沐严 我们也是一家 百货网也是一家婚恋的网站 所以也是客服的工作 希望你能考虑 我们客服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就是2500块钱一个月 然后有无险一金 然后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 谢谢 另外还要补充医疗 好的 首先我们这客服不是2500块钱的月薪 我们是2000 但是我们是计价制的 就是每天你要固定的 回复多少个会员 是有数量级别的 完成到100%以上的部分 作为奖金 那么拿的多的话 一个月是500到800左右 所以跟他们数量也差不多 但是要辛苦一些 谢谢 另外就是 你看那个刘慧普他的这个风格 他们公司的客服的 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 而且呢 听说还没有什么解压的方式 我们公司的工作虽然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大家的工作氛围还是比较融洽的 对你直接问 我想问的是那个 你今天穿这个黄色上衣 会不会显得装嫩一点呀 这位女士 我想问你 你问我这个问题 跟你应聘有啥关系呢 你是一个pose吗 因为我感觉你应该穿得更直约一点 她不是一个pose 我们摆的是pose 她是boss boss先生 应该穿得正直一点 正直一点 姑娘你别再说话了 越说我就越听不下去了 不说话了 王杰不说话了好不好 好的 王杰不说话了 我希望你在做客服的时候 不要跟我们的客户说 我希望你能够正直一点跟我说话 这个女儿尽管说 现场制造了一些笑料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职场 这是职场当中的大忌 15秒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选择 世纪家园 或者百合网 或者对这两位老板 说谢谢你们 下次再见 选择世纪家园 现场订聘成功的首席者 都可以获得 金丽音乐手机 和堂系列手机一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